大家好,我是佐寧,今生也請多指教改編至透明漫畫 但影版播出後,似乎沒有得到原著粉絲的愛戴 佐寧自己是先看過了影版,很好奇原版的設定 所以就去看了漫畫 今天來分享一下我看到的漫影差異 聊聊劇組為什麼會想這樣改編,並且討論看看 他的改編是否成功 那我們開始之前也別忘了幫我按下喜歡 歡迎留言和我討論,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分享囉! 今生也請多指教 再講說一個轉世了18次的人 展開了第19次的人生 而這次有他一定要見的人 那在原著漫畫中,其實琢磨在前世背景設定上比較少 只有提到一個愛景的魔術師叔叔 其他大都一直是略略的提到 劇中增加了不少背景 有由蔡宗賢演出的人力車夫 復古風看起來特別的浪漫 雪地裡的悲惑工人 戰亂中的母親,中國將軍,阿拉伯治酒商 高麗時代的彩妖男孩,柏朗民歌舞者 這些呢,非常明確的身份背景 其實我覺得都更加立體的 知音這個角色 可能在影版的觀眾看來 他就是一個被前世愛情迷了眼的戀愛腦 但其實這18次的人生轉世啊 帶給他無盡的悲傷、離別和痛苦 是一個深深世世都在累積創傷的靈魂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劇組在重現這好幾世的人生史 沒有吐出那種悲傷 雖然有拍,但都只是一幕幕的掃過 可能會比較難讓劇版的觀眾 去感受到18世的重量 與知音而言是多麼沉重的意義 在漫版中也是因為這份沉重 才顯得瑞夏為何對於看過 白白種人的知音來說如此的重要 另外一題呢 劇版中愛景是和親叔叔 相依為名一起經營著馬戲團的 而漫版中愛景其實是一個孤兒 而叔叔只是一個魔術師 劇中的改編呢,我覺得很有溫度 讓他和愛景的羈絆也更加深刻 劇版中在朱元和瑞夏的回憶中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 應該就是游泳池的戲 這個場景甚至被當成片頭動畫中的主視覺 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場景 不過其實在原作中 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游泳池 可以說在泳池的回憶是完全銀版原創 在漫版中 朱元和瑞夏的回憶大多集中在書房 而銀版會發現在泳池的戲 是每次知音回憶瑞夏的主要回憶場次 而在泳池戲上 會發現很明顯的色調差異 負荷綠的泳池 和朱元紅色的泳衣 高飽和的調色 仿佛都在大聲地對觀眾說 這對知音而言是一個難以忘懷 特別鮮明的回憶 導演似乎在每一世都有定調相應的色調 而朱元那一世就是這樣 負荷綠與朱紅色的搭配 然而這個搭色在第八集裡 知音回憶第一世的畫面似乎有些相應 應該是在說那一世的相遇 和第一世有些關聯 只是朱元沒有活到應該的歲數 那這份姻緣就被知音給延續下去了 從氛圍的塑造上 我是非常喜歡用直戲的 導演在拍攝這場戲的時候 傳達出了童趣純真 以及夏日獨特的活潑朝氣 與擁有十八世沉重人生的知音而言 確實有別於以往 在經典電影步入中 女主角只要痛苦的難以活著時 她就會去游泳 對瑞夏來說似乎也是這樣 每當她感到痛苦 她就會整個人潑進水裡 在水裡宣洩她的痛苦 然而陪她一起入水的 也只有朱元 知音好不容易等到了回國的瑞夏 來到了飯店面試 卻在面試前因為水族箱 而意外地遇見了瑞夏 兩人透過水族箱看見了彼此 這段也是原著裡面沒有的橋段 這無疑是在致敬電影《羅密歐》與朱立葉 電影中的羅密歐第一眼看見朱立葉 也是透過水族箱 彷彿在說瑞夏和朱元 也是如同羅密歐與朱立葉 相愛的兩人卻在命運的捉弄下分離了 知音是因為瑞夏曾經誤把自己看到烏龜的記憶 當成自己的前世 所以才會在水族箱前駐足 而這個關於烏龜的同言同語也是劇版原創 其實我覺得很可愛 讓瑞夏真的有小朋友的感覺 其實在漫版中 知音在看到瑞夏媽媽遺物的時候 曾經有看到一個烏龜的吊飾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編劇才寫了一個關於烏龜的小故事 這應該也是隱約在說 小時候的瑞夏 其實蠻喜歡烏龜的吧 雕原在劇中是一個花商 不知道這樣稱呼對嗎 那她就是一個耐心培育花瓶的綜花姑娘 那其實在原作裡面 雕原繼承了假 也依然是WW娛樂的負責任 其實我覺得這個設定上的改變 對雕原的氣質有很高強度的改變 畢竟在原作裡面 男二、祕書、何道雲和雕原 是一個很強烈的貧困男隊上 財法女的設定 那這對何道雲來說 是一個很強烈的門檻 但讓雕原變成花商之後 這種平復差距的對比感 好像就比較沒這麼強烈 另外我也覺得 劇版的雕原比漫版中更強勢 劇版裡的雕原 直接跑到瑞夏家替她慶生這點 其實有種我知道你不想要見我 但我偏要來見你的強烈之作 漫版中雖然也有這樣的願望 但雕原其實更大多時候 是體諒瑞夏的 因為雕原也知道自己小時候 對瑞夏造成了傷害 正因為知道創傷有多深 所以才不會輕舉妄動的去觸碰 這點算是我比較沒那麼喜歡 劇版的改動啦 漫版的作家在寫這個故事時呢 最初其實想寫的就是一個貧窮女 救贖才發男的故事 所以漫版的瑞夏一直都很脆弱 痛苦被創傷困得舉步圍堅 甚至是一個會害怕自己父親的設定 創傷有多重 也就暗示著瑞夏對朱原的愛有多深刻 然而在劇版中 瑞夏和小之音的第一次相遇 卻是和漫版完全不同的情境 在漫版裡啊 瑞夏在公園裡面痛苦 遇上了來看她的小之音 當時的小之音呢 對她展現了超靈的安慰 可以說兩人重新相遇在瑞夏 深陷在痛苦的時候 劇版是瑞夏苦悶與和父親爭執 甚至騎手砸東西的情況 重新相遇的情境也沒有漫版的悲傷沉重 可以說是多了一份 屬於瑞夏高中生年紀會有的情緒展現 但也因為這種轉變啊 會讓我覺得劇版和漫版的瑞夏 是很不一樣的人 劇版的瑞夏似乎多了一種 真的活在韓國的青少年的感覺 比較真實 但讓我選可能還是會比較喜歡漫版 因為那是一次對兩人來說 都很重要的重新相遇 劇版中有一個設定是 不能和前世姻緣糾纏 目前劇情似乎是因為 知音和愛景相認了 讓愛景的身體出現了異樣 也因為知音和雕原相認 雕原老家的樹也莫名的哭死 這是原著漫畫中沒有的設定 原著中知音沒有和前世姻緣相認的原因 大多在於知音認為那樣對彼此都不好 感受上的不好 伴隨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這個設定目前看不太出來好壞了 不過第三集中 知音送雕原回家 其實知音也很思念媽媽 卻躲了起來 也因為酒隊關係 來了一場夢中和母親相認的戲 也彰顯出縱使重生了18次 知音還是很渴望母愛 被家人涌在懷中的感覺 單純論這場戲 會覺得其實蠻感人的 也能夠讓觀眾清楚的知道知音 雖然總是表現得很冷靜 但對愛並不是無所可求 不過在原著設定上 知音是一個無論轉生了幾次 在哪個身體裡都不會醉的人 所以也幾乎沒有這種神智不清的時候 隨著故事推進 神秘的公讀生明起出現 我們漸漸的看到了知音的第一世回憶 雖然影片上的時候 可能新的集數已經揭露了 但我在截稿前 看的第八集第一世故事片段 可以感覺到已經跟原著有一些些差異了 最主要是在原著中的第一世 明起和知音並不相似 甚至連瑞夏都沒有出現過 從第八集的片段來看 兩人不僅認識 關係也不會太差 然而瑞夏卻出現了 甚至拿著刀 我接下來要說的是原著中 知音之所以會記得每一次的記憶 甚至不斷轉世的原因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按下一個章節 直接跳過 5、4、3、2、1 在原著設定上 是因為知音間接的導致了親人去世 因此她向神許了願望 希望來世 可以看到親人幸福快樂的生活者 就算是要她帶著記憶不斷轉生也沒有關係 而要怎麼認出那個親人呢 身體接觸就可以找到那個人了 那她有一個宗旨的辦法 這裡就不想說了 親人呢 之所以會去世 似乎也和謀逆有關 劇中知音也提起了謀逆 雖然原著中第一世沒有明起和瑞夏 但估計第一世的故事 可能也和謀逆有關啦 而這個第一世的故事呢 應該也會是劇版原創 期待他們會寫一個合乎設定 但也感人溫馨的故事啦 那原著中其實我覺得就蠻感人的 明起和原著中有很大差異 第七集中呢 明起和知音坦誠了自己 也是一個記得前世的人 但兩人相當的場面可以說是非常的平淡 可能是由於劇組對明起的來歷有所改變啦 在原著中明起和知音的緣分呢 並不來自於第一世 而是在好幾世轉生之後 兩人品水相逢 偶然間得知彼此都是記得前世的人 因此他們就建立了暗號 好讓他們在往後的人生中可以相認 所以漫版中呢 他們的再相認是因為通過了暗號 才要認出了彼此 甚至感慨著兩人都和當初大相徑庭了 孤靈也是劇版真盛的物件 看起來是因為和第一世的記憶有關 所以才會出發之音想起第一世的記憶 但在漫版中啊 他們只要找到當初他們許願的對象 觸碰對方的身體就會想起相關的記憶 從這裡呢也可以感覺到 劇版其實把很多故事線特別的聚攏在一起 漫版的寫法呢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巧合 看的時候會覺得 啊這也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啦 但劇版就會覺得世界上哪有那麼多巧合 不過應該也是為了讓觀眾可以更加聚焦在故事上 所以就不另外發展故事線 在漫版作者的後繼中 也有提到明啟後來要找到他命中注定的人 結束了他漫長的轉身 在看劇的時候呢 我注意到劇組在闡述每一世 與前世記憶的時候都會使用門的形象來展現每一世 這也是原著裡面沒有的影像設計 我非常喜歡這個設計哦 就如同前面所說的 對知音而言啊 每一世的轉身都讓他感到痛苦 生生世世累積下來的北上 早就超出了常人能夠承受的 而這一道道的門其實就有點像是公車站牌一樣 知音穿越了一個又一個的門 就像是行走了漫長的旅程 以生死為界 不斷的在追尋一個人 一個對他而言很重要的人 為此他扛起了每次行走要負擔的痛苦 他一路走來並不輕鬆 門更加彰顯出這個旅程有多麼的遙遠 為了橫跨這些門檻找到那一個人 知音是費盡全力的追尋 另外在視覺上我也覺得也得到了很好的銜接 最後劇版獨創了新的轉世重生者瑞夏的母親 這是原版漫畫沒有的設定和劇情啦 其實看到這個劇情被揭露的時候 我還有一點雞皮疙瘩 畢竟這個女生出場了很多次 結果我完全沒有想到她會是瑞夏的媽媽 不知道這是瑞夏媽媽的第二世嗎 是為了瑞夏而選擇重生並記的前世嗎 我在看漫畫的時候 看到瑞夏和朱元談論起媽媽 也可能會轉世重生的劇情時 其實有一點點小感動 瑞夏雖然知道媽媽重生後並不會記得她 但至少會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不用再像過去那樣待在醫院被病痛折磨 瑞夏也因此得到了滿足 覺得這樣就夠了 是一個早熟到會讓人覺得心疼的想法 但也更因此形成了瑞夏的體貼又溫柔的性格 只是劇版就這樣改動了這份祝福 不知道能否帶來更加感人的故事呢 其實整體看下來我覺得劇組是很有誠意的改編啦 雖然可能不能夠讓每個人都滿意 但很多台詞、清潔、角色的閃光點 都可以在影集裡面重現並且加以塑造 也在影劇上有自己的巧思 劇情上也試著達到創新 不會讓原著粉絲因為重複的劇情而感到無聊或無趣 是一個有野心也有誠意的改變 當然可能對原著粉絲來說 他們也還是不同的作品 但我覺得分開來看也沒有不好 原著有原著的優點 影集也有 各有千秋啦 好啦 喜歡今天的分享嗎? 幫我按下喜歡並且留言 跟我分享最新劇情的感想吧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佐寧 我們下部劇見 掰掰